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Gorilla省力基倫起子的功能 我們今天準備了短的起子 以及長的起子 然後我們也要一起介紹他們 功能上面的一些不同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當你拿到一個Gorilla的基倫起子的時候呢 它的尾部是可以鬆開的 那中間有六種不同的起子 長的也是 長的基倫起子也是中間有六種 那加上它頭的上面 上面頭的這個呢總共有七個 那尾部的部分呢可以看到長的基倫起子 跟短的基倫起子 它這個部分呢是可以互換的 所以如果你兩個都擁有的話呢 它這個部分呢是可以通用的 這邊跟為大家說明一下 那在起子頭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根 螺絲釘 那它基本上 我們的基倫起子都是有灌池的 所以 你如果 有需要就是 就是在使用那個 鐵釘的時候呢 它都是可以比較 牢牢的吸住 這些鐵釘的 那 至於在更換起子頭的時候呢 只要用力拔開就可以了 它這是 也是用磁吸的功能 磁吸的作用 來讓它吸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磁吸的部分 就是讓它可以把 把這個 氣子 頭穩穩的吸住 那當你拿到一個 神力極緣起子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它的頭是可以轉動的 對 那總共其實就是有三道 中間 左邊 跟右邊 那其實只要記住 左邊是酸入 左邊是酸入 就是當你在 使用 這個 想要把這根鐵釘酸到 這木板裡面的時候呢 你只要把它酸到 轉到左邊 它就可以開始 運作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一開始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像一般的 起子一樣 你會發現 是非常的困難 因為它要一直 放開 再握緊 這螺絲起子 但 當你聽到這個 卡卡卡 就是極緣起子的聲音 它開始啟動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原來 你已經可以開始 使用它極緣功能 也就是只要左右轉動 它就可以酸得進去了 你看 螺絲錠已經酸進去了 你看 那 你可以看到 後面都已經酸出來一點點的 那 酸出的時候也是一樣 轉到最右邊 就是酸出的功能 那 只要 快速的 因為格瑞拉結論起子是支援 快速的 左右旋轉結論功能 可以看到快速的 轉出來之後呢 它就可以直接被 取出來了 那 長得起子 功能也是一樣的 左邊 酸入 所以一樣我們找一個新的 左邊 一開始也是一樣 像一般的起子一樣 但是 當你聽到咖的聲音的時候 沒錯 咖的時候 它的絕倫功能就啟動了 就是要左右轉角 長得起子有個更特殊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 折彎 折彎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你的實力就可以更加的省力 因為你是用 你在開門的時候 可以看到你在開門的時候 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握把的時候 用開門握把的時候的方法把它鑽進去 所以會更加的有力量 可以看到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鑽出來的時候也是一樣 鑽出來的時候就是 右邊轉 我們整個已經鑽穿了 所以 左右左右左右 它就可以把 整個螺絲釘給鑽出來了 那以上 就是Gerla 省力極溫起子的功能介紹 那以上就是Gerla省力極溫起子的功能介紹 好